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一兔 今天是2020年的7月28号 我已经到达了我的第36个国家 这里应该是真正的到达 有意思的是我的镜头盖 高价镜头盖 竟然跟我同一时间到达了这幢楼房 也就是说我下Uber的时候 它又正好到了楼下 太神奇了 来看看这个30美元的 国内只要30块钱的高价配件 到底如何 看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把我拆一拆 我没记错的话 我应该是7月10 10 到格兰巴豆的第一天 7月17号来着 12号 整整17天 那就是 它镜头呢 哇这就是这个高价镜头 高价镜头盖 我不要这个盒子给我便宜一点好吗 哈哈哈哈 来 给它换上 看一下 哇 我的镜头终于恢复正常了 有没有 完蛋 一切清晰明晰完整如初 信用卡也拿到了 事情一件一件的 解决 我又确认了一下 我是7月14号预订的 29号 整整15天 正好两个礼拜 太好了 现在去解决下一件事情 我不是告诉过大家 我买了卡塔尔的往返机票嘛 今次改签的对票 但是现在呢 出来一个大问题 我返程机票一直在改 最近的一次是改到3月份出发 然后3月份我又改了一次 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说 你不用再改来改去了 你把它当作opening状态 只要在这一年的11月21号之前用掉就好了 我跟他们反复确认了两次 打了两次电话 都说是11月21号 但是刚刚我打电话过去 在确认新的订单时 他们告诉我 我的机票已经过期了 现在我在等他们的解决办法 刚刚说我的机票已经过期了 他跟我说 他们现在只能退款给我 那我说能退多少他们也不知道 那我说我现在需要这张机票 我能不能再付一点额外的 钱 然后把他的有效去做延长 因为这是你们的错误 他告诉我 他出来道歉 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现在可以帮我确认一下 是不是可以再付一点点额外的钱 将机票延期 我就可以使用了 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没有任何反应了 哎 卡特尔怎么一开始不靠谱了 他这个等待时间要才能看长 因为在年末年 我叫你一次 二十分之后 你二十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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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选择我的机票 这年末年 所以我现在很疯 这些技术 我一误 就是这样 你二十分之后 这一误 就在那里 你这一误 就在那里 是这样子的,我在2020年12月8号的时候,在网上购买了纽约伊斯坦布尔的往返机票 当年的11月份,从纽约回来,但是我到了美洲大陆以后,我就一直在改行程,所以我一直在改机票 2021年的6月份左右,将我11月份的机票改到了今年的3月份 在今年的3月份,到了阿根廷的首都以后,我再次改机票 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机票就不要改来改去了,你就把它变成opening的状态 你反正到今年的11月21号前都可以使用 我连续给他们打了两次电话,不同的客服接的,都是给我同样的答案 所以我就没有管这件事情 到现在,我拿到了新手机,然后可以拨打国际电话了 所以我就想把我的回程的时间确认了 我打算11月6号从纽约回到伊斯坦布尔 而在我做这件事情之前,我纽约之前的机票行程全部已经订下来了 结果我刚给他们打电话,就告诉我,我这个机票早就过期了 在去年11月份就过期了,就不能用了,我就觉得很茫然 我说不可能啊,如果去年11月份就不能用了的话 你们为什么还给我发了3月份的机票呢 然后那个人说帮我去问到底可以怎么做 他就把我的电话挂断了 挂断以后,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另外一个客服给我接的 他就说话完全就不能说服我 但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我这个机票就是不能使用了 已经过期了 为什么今年3月份的时候,你们还要给我发新机票 还要可以更改呢 他说是那两个同事犯的错误 这段我没有录下去,因为是第一个客服跟我说的 那我说是你们的错误的话 造成了我现在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所有的行程都已经定好了 你们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措施吗 他说没有 我说那我能不能付钱延期我这张机票 他说也不行 然后我就又问他 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我在你的官网上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政策呢 他说对,他们现在出了新的政策 就是说现在是从我开始买机票到用有两年的时间 但是我那个买机票的时间只有一年 那我问能不能退钱 他说你可以去尝试退钱 能不能退,能退多少,他们也不知道 那这不是明显的赖价霸王调款吗 关键是我现在到纽约的机票我已经买了 还好我的那个住宿还没有预定 我想等返程的机票订了再订住宿嘛 现在就给我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困扰和麻烦 而且我觉得三月份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故意的让我不要把机票订下来 如果那个时候我把机票订下来的话 可能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么大的问题了 太夸张了 让我想想吧 我现在这件事情弄得我非常的恼火 打乱了我很多很多的计划 就没有那么顺理成章了